Hello 欢迎回到Healing Kitchen Share Food Happy Moments 现在每一天都留在家吃饭 经常斩尿回家 吃剩的烧肉和烧鸭 怎么算好呢? 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两个做法 下一次如果在家里也有吃不完的烧尾时 可以帮他们换衣服 下一餐也可以有一个新送上台 今天就等我爸爸来介绍这两个家常小菜 继续看下去之前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miss了我们每个星期的更新 好了,我们快点继续 现在我们做这个凉瓜炆鸭壳 首先要把凉瓜切开四分 将中间的锅刮起它 切成三角形 这个切法是比较古早菜的切法 我们接着准备一些蒜头 蒜头切片 薑也是切片 还有葱 葱要切到一段段 还要加些干的葱头 还有准备一些面屎酱 接着就拿个鸭壳出来 将腿位和翼就先切了出来 屁股的位置都不要了 然后接着把它切开两边 不要切得太细 因为鸭壳如果太细 鸭壳的话 骨头走出来 那就不太好吃了 处理好材料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煮了 先下油 在锅上 烧香些油 接着就下姜 蒜头 还有干葱头 爆到它很香的时候 然后放些凉瓜下去 爆香它 不要落水 不停干爆 这个时候你可以加少少盐 引苦瓜的水出来 爆到差不多 就拌起它 接着将油 面屎酱放下去 倒入鸭壳 不停爆香它 爆到它香了 出有香味出来的时候 就加少少酒 接着就拌均匀 再放凉瓜下去 接着就拌均匀 之后 就下水 下糖 和盐 开始下了 盖盖 煮它大约5-6分钟 接着就匀 盖盖 看没有问题 就可以了 就下了些蚝油水 其实除了糖 盐 和蚝油之外 我们还下了一个神秘的调味料 究竟是些什么呢 最后一分钟提示时间 告诉你 无论你做什么菜式 在你出锅之前 记住最重要的步骤 就是试味 接着 拌它几下 就下了一些葱 预备了的葱 放进去 就可以起碟了 搞定 吃得 我们现在就做个大马站煲 我们备的物料呢 就是昨天吃剩的烧肉 豆腐 和韭菜花 首先煎了豆腐 煎到它两边香 首先用蒜头和干葱去起锅 爆香烧肉 接着下一个一汤匙的虾酱 就先将用点水开稀了 首先就不要下了 下一半先 放进去拌均匀 接着就下一点糖 就暂时就不要下盐 接着下一个豆腐 下完豆腐 细细拌一拌 接着就加一点水 盖着它 大约炆五分钟左右 这样就掀起个盖 觉得它如果是干的 怕它焦了 就可以加一点水 炆一炆它 炆大约再炆三分钟左右 这样炆到它差不多OK了 就下个韭菜花 接着就蘸一点酒 炆几下 因为韭菜花就不用太久 炆几下之后 就下剩下一半的虾酱 接着就烤 盖上去烤一会儿 就可以用锅装起它 放在锅里 放在锅里 再煮一下 煮一下 煮一下它 一有热度 就可以了 收火 完成 吃得 一分钟贴士时间 做凉瓜炆鸭的时候 我们下一个神秘的调味料 就是鱼露 鱼露是提升味道的好帮手 尤其是在淋上桌前 如果你觉得你碟菜是差一点味 用鱼露来代替盐 这样就不会怕融不均匀 市面上的虾酱一般都是比较稠的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炒中的时候 可以选择先用水稀释它 再下锅 这样就不怕炒不均匀 做这类炆凉瓜的菜式的时候 将凉瓜切三角形就被切片好了 既可以避免凉瓜缩水 又可以吸收多些炆菜式的时候的酱汁 下一次如果你都想试下炆凉瓜的菜式 记住帮凉瓜切三角形 还有提一提 鸭壳通常有些人吃得酥味 所以说它会很酥的 那小小秘诀就是 下大概一个汤匙的醋 那些酥味就自然会辟掉了 其实粮瓜炆鸭壳这个方法 还可以如果斩料吃不完 留待日的话 都可以用粮瓜去炆 来处理了它 都不错的 吃得挺好的 如果你都想给一个支持我们 可以like我们这条片 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留言告诉我们 多谢你们 我们下集见 拜拜